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是一款老游戏 前几天在中国上架 一度登上B站热门的《星火之歌》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欢乐狗工作室 川是一间小型的游戏开发商 这款在台湾当时是由恒米斯游戏代理 背后是挂一间香港公司Mofang Game 但两者实际背后的什么公司为中国的艾洛克 台湾营运时间为2019年的12月13日到2021年的8月20日 日服则是2019年12月4号到2020年的10月2号 在日服当时的营运可谓是非常的惨 总累计收入仅约1200万台币 简单比较就是约等于目前《少女回战日服》一个月一半的收入 但其实原因蛮单纯的 游戏当初在2019年中国测试后 就面临迟迟迟无法获得版号跟经费不足等原因 只好强行先推出海外版回血止损 但因为是小公司导致开发、产能、营运等跟不上的状况 游戏BOSS也是不太意味的结果 游戏为卡牌养成结合ROG元素 内容有经过不小的改动 整体跟当初版本也有所不同 但还是不难发现各种时代的眼泪 首先另一方面 Live2D方面的精致度还算可以 但仅仅只有几位角色有Live2D 有些甚至只是静态跟动态的差异 并没有卡面上的变化 而3D电模方面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也算不上丑吧 但就是有点简陋 显得并没有这么精致 整体看下来有种美术仍在赶攻的痕迹 后续是否完善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早几年推出的话或许可以一战 但如今各种二次元宇宙大战 各家美术都在比谁更卷 这品质确实有些跟不上了 战队方面 前面说到这款是有结合ROG元素 关卡推进的时候会有BUFF或者分歧路线 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结合并没有特别好玩 没产生有趣的化学变化 ROG还是比较适合长线或者重复刷刷刷的关卡 而回合字结合消除的玩法其实并没有这么有趣 因为玩到后面还是会使用自动战斗 好像这机制也并没有这么重要了 角色动作胶硬感不说特效画面也没有很突出 尤其这战斗场景真的很糟糕 跟人物的建模存在为何感 而且又再次凸显了美术在3D建模的不足 另外还有个家园系统 但没有能跟角色互动的机制 感觉是为了塞而塞的功能整体上是有点无趣 而游戏在优化方面还有带改进 我挂在起始画面什么都不做也是发烫严重 我就算玩其他动作游戏也没这么夸张 还是厂商则是在提早为迎接冬天备战呢 课金星一般没览上太多大厂的读点 现在手楼能不谈广告跟各种礼包 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另外介绍一款内测中的游戏 召唤与合成2 看到超高的评分不玩真的说不过去 开发商是中国的招合网络 游戏为卡牌消除加放置 是基于2048消除玩法的变形 听说一代的战略性更高 但我没有玩过就无从比较了 开头的新手指引我觉得蛮有趣的 比起传统强制要你点那个做那个 惹得玩家只想跳过 用轻松的语气引导玩家 反倒更让人愿意停下角落 看看你葫芦卖什么药 立会角色都蛮有特色的 采用几何色块的画风 也是目前市面上少见的风格 立会优下底下还会有个战斗模组 每个形态也不同 并不是单纯换个色而已 这点用心值得赞许 再搭配YOLO的BGM 整体营造的氛围十分轻松 而且这个起始的封面图是可以更换的 每张都能感觉到美术满满的诚意 玩家战斗前需要先推演沙盘 尽可能消除并合成越高 就能将整体的战力提升上去 这是可以不断重复来进行的 你只要不满意就可以重复再来 而这沙盘的格子之后也是可以透过道具来扩张的 而实际战斗方面就比较单调了 尤其后期解锁自动战斗后 就是单纯的休闲挂机游戏 除了副本跟几关偶尔需要消除合成的机制 大部分都可以放着一路自动过关 如果打不过就重新推沙盘或者干别的事情 它还有个主线剧情的关卡 搭配可爱的漫画 真的是再次拜服美术的用心啊 我真的是蛮少玩到这种休闲游戏 还会额外有另外主线交代剧情的 一般都是跟关卡绑在一起直接带过 且所有的角色跟装备都是共享等级了 也就是你不需要个别去提升 大逢降低养成成本跟干度 且抽卡随便能让角色轻松往上突破 算是意义上的全员没废卡 也没有体力限制逼你上下线 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 也由于这四款轻松跟低干度的游戏 客厅项目显得像摆设一样 可有可无 未来营收是否能支撑这款游戏走的比较长久 就比较堪忧了 毕竟一代就是过于良心 几乎每个月都在亏损营运 虽然当初田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开发以前过于老旧 导致各种不可避免的因素影响玩家体验 所以开发商选择让他提早终结 而这次上架的二代品质也确实更加提升了 并没有随便忽悠玩家 而且也可以体现出来开发商不断提早的初衷 娱乐和游戏只是生活中的调味品 是希望玩家能轻松无压力的玩游戏 结论 身不逢死 爱不逢人 所到之处 皆是秘术 这些小厂也真是蛮努力在生存的 反观台湾环境比较自由没有受限 而某些代理跟厂商 整天都在丢垃圾广告跟割韭菜的时候有 真的是高下立判 那最后聊聊最近的消息 第一个是腾讯跟索尼 入股了开发爱尔登法环的开发商 FRONT SOFTWARE 分别成为季角村之后的第二跟第三股东 另一个是网易收购了底特律变人的开发商 QUANTIC DREAM 虽然厂商制造自己名声黑 所以对外都是宣称能保有开发自主性 但如果战略合作将旗下IP授权开发 那可就不会原厂管了 未来法环变人的传奇VIP 一刀999的克金手游 是指日可待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